挑战用小龙虾洗头 我也忘记是哪一条视频 我们挑战失败 然后评论区点赞最高的惩罚是 用小龙虾洗头 这样子吧 我们把难度再升级一下 挑战倒逆用小龙虾洗头 怎么样 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去买小龙虾 出发 我的个神啊 这也太热了吧 太阳这么大 我还去买小龙虾 是不是应该点个赞 因为我们家最近的菜市场 叫兰院菜场 那边应该有卖小龙虾的吧 不是不让我出去吧 难道锁了吗 这玩笑开大了 我哥老远跑过来的呀 原路返回吧 你说这气不气人 算了 我还是开车出去吧 这得让好大一圈才能到兰院菜场 还不如开车 我刚刚马上停到了社区服务中心 刚好有个停车位 我们现在去买小龙虾 这条路好多年没走过了 这边是我们大学的后门 809巷 真的是大变样 想想我毕业都13年了 不重要 先买龙虾 809菜场 进来了 哎呦我发现现在的菜场好干净了 比以前干净很多 点赞 哦这边 那把小龙虾怎么卖 要大的 帮我拿两斤 帮我拿两斤 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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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这里面一条鱼 刷的跳起来 阿姨在帮我拿小龙虾 这是大的是吗 哎大的 称重 一斤 60元 OK买到了 谢谢啊 再见 大家都以为我在做直播 其实我这是录播 两斤60块钱 大家觉得贵不贵 我那小龙虾都不买 我买大龙虾 我们是不是很有诚意 本来倒逆就已经很难受了 还用倒逆用小龙虾洗头 对自己也太残忍了 但是说过的话 泼出去的水 说到就要做到 对吧 兄弟们 该上路了 躲也没用啊 躲到哪去啊 拿个盆子 装龙虾 其实我心里很虚 来吧 哎呦我的个妈呀 好大个爪子 别抓我 抓我也没用 长痛不如短痛 嘿 哦 我就选比较生猛的 哎呦呦呦呦呦 还想跑 跑哪去 最后一只 龙虾将军 就你的爪子最大 放水 反正我逃也逃不过去了 你们也逃不过去了 大会你们下手裹断一点 来吧 准备完毕 我是哪一根筋搭错了 要搞这种事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啊 长痛不如短痛 嗯 嘿 也没有什么感觉了 亲爱的 我咬不到它 那我帮你 你帮我 哎呀这钳子好大呀 我的妈呀 我知道 哈哈 快点 好师母 啊两个两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大的钳子啊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真的吗 这是 快点快点 哇哈哈 consecutive 没有没有没有 哦 好冷啊 有esteem 这个大的 这个大的 哇两个 好大的钳子 啊 啊 跳下来了 哈哈 没有 要不 我跟它夹不叫得住吧 我放你准备 啊 他真是夾了我 疼不疼 他不疼不疼 他只能夹到头发 他夹不到头皮 要不你直接头沉在里面吧 那也太残忍了吧 你是 来来来 来吧 你们瞎说狠一点呢 不用客气 我的妈呀 我能感觉到他在我的头皮上滑动 夹住了 他夹住的是头发 我感觉不到疼 你们来吧 你是不是有几天没洗头了 怎么了 没有活力了 刚刚好猛的 都被你搞 都被我的头线熏晕了 你看这都不活跃 你干嘛小青青你看 我的儿子啊你别 不要了的儿子 算了算了已经OK了 挑战成功 记得帮我们点赞 哎呦喂 终于算是熬过去了 各位小伙伴 方伟说话算话 愿赌服输 这一期惩罚视频 挑战用小龙虾洗头 终于算是完成了 挑战之前 我心里还比较忐忑 我以为会有小龙虾 在我头上会很疼 其实并没有 也没那么难受 所以很多时候 打败我们的是内心的恐惧 面对恐惧 最好的办法就是 战胜恐惧 因为害怕 就永远不尝试 很显然是错的 但是还是有危险性的 千万千万不要模仿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我们点赞评论 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对了 大家觉得还有哪些有趣的挑战 尽情写在评论区 呼声最高的 点赞最高的 就是我们下一期 挑战的内容 拜拜 拜拜